你該選總統嗎 你可以下班的 好 選不選總統讓台北上柯文哲 任內最後一袋的嗡嗡包 預留登頂2024伏筆 麗平接棒的黃珊珊當然沒缺席 師徒情深 這要自家主席宋楚瑜做何感想 我跟老宋可以聊的話很多 當然我拜託他支持黃珊珊 又請他什麼大力支持 真的有聊嗎 但實際看看總統府管理台上 柯文哲現身前 宋楚瑜早已先做定位 明明肩閉肩約一個多小時 零互動 冷到以為隔著 深深太平洋 這個社會什麼叫挑捕一件 什麼叫劍弄殺真 我只跟宋楚瑜說 我要去拜訪你 沒有說什麼互動 什麼很冷的 他說什麼連蚊子揮過 都聽得到聲音還是這樣 奇怪 太有想像了 難道黃珊珊嗎 主席有跟柯文哲長留什麼嗎 有 萬歲 明明都聽到黃珊珊關鍵字 宋楚瑜寧可喊中華民國 也不願正面回應 只是從8月28號 黃珊珊正式宣布參選後 唯有副主席張昭雄獻聲 宋楚瑜則持續神影 莫非柯順心結 要解還有的等 其實我看 我還是有去過他 仁愛的戰公司跟他談過來 陸錫有提到說 他會支持黃珊珊 我跟你講 這就是倒江湖 就是他最後才會跟你講 他們兩個互動有點白橘心結未解 你怎麼看 我覺得那是他們兩位 我覺得大家都 大家都是有智慧的政治人物 不用想太多 我覺得過度的解讀 都是製造更多的困擾 或許黃珊珊披白袍比橘袍更有看頭勝算 但只要宋楚瑜一天不力挺 白橘就多一絲分裂裂痕 宣傳18歲公民權 陳時中在某某細語下 站路口出體驗 卻有住戶直接在陽台上開罵 另一頭講完 出席華僑節慶祝大會 訴求申籃歸隊 過去兩位蔣總統 對這片土地的付出 不容抹滅 台北市這一仗不只藍綠對決 還有實力相當的黃珊珊 三強鼎立下氣寶效應 將左右最終成敗 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若氣寶效應發生在黃珊珊身上 有14.8%的選票流向蔣萬安 僅6.2%流向陳時中 蔣萬安被棄時更慘 近兩成的票轉向黃珊珊 陳時中僅分得1.2% 把氣寶對象換成陳時中 得力者仍是黃珊珊 無論哪一種氣寶結果 陳時中通通不是贏家 林賀明暗示氣寶不會發生 因為民進黨唯一拿下台北市執政權 就是氣寶失敗 也許國民黨或是蔣萬政典 他們一直期待這個所謂的氣寶的發生 你當市長你要氣寶誰 你要氣寶誰 你要氣寶民眾嗎 今年誰講氣寶你就不要投給他 就是說他用氣寶去取代了 所有市政的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投機的操作 選戰倒數步步為宜 陳時中陣營要調整策略 利平突圍 你有沒有尷尬嗎 不會啊 我會啊 我已經老神在在了 前兩天才隔空駁火 柯文哲和蔣萬安不約兒童 都出席新黨議員侯漢廷 新書發表會 兩人狹路相逢 不過雙方互動也僅致於 一開始的握手致意 先炮打執政黨 再當面力劍黃珊珊 兩人互動冷冰冰 但心裡想的 都是如何搶功申籃選票 動蒜喊到最大聲 這幾乎成了鄭蘭君另類主場 莫非藍白合作了嗎 柯文哲才捨黃珊珊同框蔣萬安 他已經離開市政府 他是在跑他的行程 我都去跟他同台才是奇怪 那今天這個議員邀請我 還算是半個市政行程 我倒覺得這樣 這個我都分得很輕 新書站台藍白用不著壁壘分明 但天使基金進度卡關互控 讓身兼蔣萬安執行總幹事的 台北市議員王浩喊告黃珊珊 柯文哲可救選邊站 王浩絕對不敢去告的 這個 我跟你講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才屁股紅 他是爬到樹上被看到 才被看到 那其實他蹲在地上 他就是屁股紅的 他們就認為說 哇 改朝飯袋 輪到他們鑽了 然後 這個你去問新創 新創 那個新創事業的那些年輕朋友 有沒有黨 搶功政策選票 柯文哲斬釘截鐵戶山 藍白先禮後兵 彼此關係就像奏降的氣溫 越來越冷 人都還沒踏進出入口 叫罵聲先傳來 陳時中到自強市場掃街 和抗議民眾下路相逢 動算聲喊到最大聲 蓋過鬧場雜音 但對柯文哲批抗中 保台喊假的 只會保住吃香喝辣的權利 陳時中更要拉高分被回擊 柯市長一直把這種政治議題 或是民主的意識 當作吃香喝辣的籌碼 抗共保台是我們的DNA 是我們保護台灣的一個基本的意識 陳時中要延續總統 抗中保台路線 只是前一天 總統國慶談話又被國台扮轟 以武謀獨 要強化抗共立場 陳時中透過推特發聲 全英文抗議 只馬斯克的貶低評論不準確 且影響台灣國安 還會帶給世界錯誤的印象認知 甚至建議馬斯克把總部搬來台北 儘管對手諷刺都是馬後炮 前後反覆不一 說法不一致 所以完全突顯出 他對於國際事務的茫然無知 陳時中要展現強益態度的 會不會還包括曾說感性支持 黃珊珊的王世堅 前一天活動上 黃珊珊王世堅又巧遇 好交情藏不住 他表態挺黃珊珊 您才會覺得說需要用到黨紀 沒有那個 那又不是我的一個權責跟判斷 他沒有什麼好明確表態 他跟我一直都是好朋友 就是陳時中現在突然 人設改變成為當局 首都選戰進入肉搏站 陳時中還是得先安內再讓外 我是說我跟我的良心報備了 我為我的感情負責嘛 感性 理性還在拉扯 王世堅這樣說 就因為前一天跟黃珊珊 在里長造勢活動同框 讓自家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把黨紀給搬了出來 陳時中確實 一開始有一點小誤會 他在昨天晚上大概八九點吧 他有打電話跟我說很抱歉 他一開始以為我是去黃珊珊辦的 什麼樣的活動的場子 如果他表態挺黃珊珊 您才會覺得說需要用到黨紀 沒有 那又不是我的一個權責跟判斷 王世堅也澄清跟黃珊珊只是巧遇 絕對沒有割膊向外彎 只是陳時中兩天兩種說法 又讓黃珊珊和台北市長柯文哲 找到機會大酸人設變來變去 陳時中變來變去 這符合他人設 他從選舉到現在每次都變來變去 陳時中現在突然人設改變成為當選人 因為陳時中沒有參選過 所以他沒有這一部分的經驗 所以我在想他沒有任何的惡意 王世堅趕緊幫緩家 但仍不停把與黃珊珊的好交情掛嘴上 大讚他認真負責 就算黨有黨紀 但能不能管住靈魂是另一回事 如果要提到黨紀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一向最遵守黨紀的 像他昨天他也主動說 選舉是一時的 朋友是永遠的 他認為說 不要逼人表態 不要為難朋友 那他這些看法都跟陳時中一致的 議會好友和黨內同志要挺誰 總是要柯市長看清自己靈魂的王世堅 這次也遇到難題 今新聞林嘉倩黃宜萱 蕭宇智方伯峰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